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应该经常在电视里听到心脏宫血不足 让人感觉人主要的造血器官就是心脏 其实这是错误的 人主要的造血器官是骨髓 而心脏是一个泵血器官 我们经常用天方夜谭来形容一件不可能做到 又或者说是荒诞不惊的事情 其实它最初来源于古代阿拉伯的童话故事集《一千零一夜》 后来传入中国 人们把它作为夜里哄小孩入睡的戾气 所以称他们为夜谭 又因我们古代把阿拉伯地区称为天方 所以把这本书的名字就翻译成了天方夜谭 这时候有的朋友该说了 你这个谭字也不对啊 我们常说的天方夜谭的谭字可不是你这个谭 别着急 听我继续往下说 到了唐武宗时期 皇帝的名字叫李延 所以人们无论是说话写字都要避讳这个字 谭话的谭字自然是无法避免了 后来才被人们改成了如今的这个谭 孩子在接受义务教育之前呢 通常会伤三年左右的幼儿园 对幼儿进行集中保育和教育 而说起中国最初的幼儿园 要追溯到1903年的武汉创办的湖北幼稚园 是由湖北巡抚护理湖广总督端方 根据张之洞所定章程创办的 好了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趣事畅谈知识多多时间太短 下期再说我们下期再见 主节目期再见 主节目再见 为我爱花的 不叫她的你